企业要生存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汽车厂最大的一个能耗的场所是在涂装厂 所以我们在涂装厂投入了很多的资金 譬如说我们RTO的备热回收 我们利用有机物体需要高热把它燃烧后的热能 我们再把它回收 那我们也在涂装厂导入一个热棒 那冷热我们都可以导入到汽水里面去做使用 我们也在从制程里面自行去做一些改善 譬如说我们在涂装的低上水质纳纹8 原来的工作的长度把它缩短 那这样也可以达到一个节眠减碳的一个目的 那另外我们在冲压工厂 那我们也导入了一个地下冷却的一个系统 那也能够达到一个温度低减的一个效果 用心做节能 简单一定成 我们都是节电行动家 我们下期再见